大家好,我是最尹,今天带来集全晃雷尔欢迎再起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肖成全大战利尔德将军 利尔德将军是零二UM中的顶级高手 打这个版本属于是跨界表演 因为手感上面两个版本确实颤的没点点 好,利尔德将军剪刀就要接上一个大抓 双方的玩法是无规则,百无禁忌 因为零二UM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出大招的,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看肖成全的克里斯 克里斯,哇,大抓被钢 克里斯这个钢CD钢得这么准吗 这么一瞬间他都能钢到 现在卢卡尔也接着就是暴气了 暴气之后卢卡尔连出地波,再出地波 克里斯跳地打中 开一个滑铲超杀,上了 超杀以后,克里斯要不要再做取消 他CD,哇 哎呀,大抓,其实有时候不易乱用的 刚才卢卡尔应该是想抓对手一个跳 没想到克里斯跳的挺高,没抓住 现在卢卡尔也抓不到机会了,结束了 卢卡尔一枚,将军后面还有角色 但是这个卢卡尔确实是他的最强助力了 第三个回合,再看他的轰丸 哎,防住下盘,红丸寻找机会 抢招一下,跳地压起身,中招了 跳一下CD先 做好防守,红丸神剑三连踢 中招了,又中招了呢 连续滑出推掉利尔德将军很多的血 70%的血量 红丸呢,还是抓不到很大的破绽 又被克里斯给开BC了 红丸等于是没有抓到任何机会 现在看将军下一个角色 抓到机会他没有开启了BC连 零二的精髓就是BC连嘛 不开BC的话,打不是伤害来 开BC接超杀才是正道 重拳葵滑三世 百合哲呢,追悟后抓了 又被克里斯给开BC了 后面八神抓一个防守 来发底波,葵滑三世 这个葵滑三世打了个乱动 虽然说连招上面将军不太熟练 但是他的预判能力还是顶级的 不管打哪个拳皇的版本 预判能力都不会变 哦,抢抓卸锋 啊,萧尘权反应好快啊 躲过了一个强抓 后面手刀把他打开 八神跳贼,葵滑胜龙窃银 胜龙,没有气了 暴击状态消失了 所以说没有能再做取消 莉安娜也进行一个暴走操作 暴走以后啊,八神 杠菲滴开BC 哇,中间还是被截击到了 萧尘权拿到第一分 我们进行看下一场 将军在这个版本确实啊 有些连招不太熟练 双方开上再拼卢卡尔 这个卢卡尔也是零二必练角色吧 有时候偶尔玩一玩无规则 他的速度很快 轻手两点,BC接上 剪刀脚上天 超杀大抓 又是这个大抓 哇,一套连技下来 利尔德将军没有血了 被一套秒了呀 对,在凤云再起中 这个卢卡尔秒人很轻松的 就是这一套大抓联 现在来看第二个回合 利尔德将军的红丸 轻条先点一下 剪刀脚送上去 哎,跳入 反身位,轻拳点抓,抓住了 一波轻拳点抓 结果掉红丸 好的,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 也是第三个回合 利尔德将军的八神 好,八神快速跳入 被抢招 轻拳两点 开BC抢开 递波接大抓上了 这局利尔德将军被穿三了 哇塞 肖成全这个老鲁是真的好狠啊 操作很疯狂 好的,现在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呢 双方仍然是首发卢卡尔 这局谁的卢卡更强劲 抓到机会一套死 青角三点 剪刀脚上去 大抓 哦 该肖成全尝一尝被秒杀的滋味了吧 秒杀 一套连招一滚血 接着来看肖成全下一个角色 肖成全的金家帆金冠杖 第二个回合 哇 青角先点一点 然后青角再压一发起身 将军的手感是慢慢的都来了 大抓 点到强开BC 其实能开BC就开就完事了 对开完BC之后可以有取消的动作 不给对手留破绽 取消招说的硬直 哇 天舞凤凰角空中也接着超六 肖成全一直在等一个机会刚才 这个机会真的被大抓 二话不说就大抓 现在肖成全一点血 卢卡尔再给他一个反摇角 结束 这局 利尔德将军看来也是准备穿三了 做好穿三的准备了 跳起来压起身 两点BC没有接上 没有连住 没有连住 卢卡尔整在图下 大抓直接抓了 掀桌子了 哇 这下来了一个反穿三 逼分来到2比1了 这两位玩家玩起来也是蛮刺激的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双方开场再拼老卢 这个老卢是他们决胜的关键 突然发现 谁的老卢先贵 谁的要没的节奏 哇 跳中脚 青脚BC开了 剪刀脚 超杀 大抓完了 一套死 一套死 直接KO 来到肖成全 下一个角色 肖成全的琢磨出手 左膜快就跳起来 卢卡尔又是一个大抓 这局将军能不能再次穿三 先拿下了肖成全的卢卡尔 刚C底发波 哇 左膜也刚C底大抓又来了 肖成全是有两个随机角色的 可以看 他只选了一个卢卡尔作为主力 剪刀脚 大抓 这一下搬运了 搬运也照样拿下 因为血量就剩那么一点点了 虽然不是超杀 但是已经够用了 接着来看肖成全的K49 不会又要被穿三了吧 这一局 大抓 直接抓 好强劲 肖成全也懵了呀 哇 没连珠 幸亏没连珠 连珠又没了 但是K49已经没有血了 这局又要穿三了 看这个情况 真的被穿三了 现在比分2比2 接着看第五局吧 最后一局的巅峰之战 谁胜谁负 就在最后一哆嗦了 肖成全依然是一个卢卡尔 两个随机 列尔德将军三个主力 因为毕竟是跨界表演嘛 对 有些地方都不太熟 现在卢卡尔跳入 被封招 大抓又来了 哇 肖成全这局抓到先手 拿下他半管血 开个地坡 然后强抓超杀 因为中间复合了个BC很快 所以说我们看不到 他开BC的动作 哇 中段也是快速 开了个BC 肖成全懵了呀 没有防这一招啊 中了个中段 然后还被骗头 起身之后来发地坡 剪刀脚上天 只要能把 列尔德将军这个卢卡尔拿下 后面肖成全就会好打很多 主要是这个卢卡尔 太狠了 再听看肖成全的黑火舞 黑化的不是火舞 开场就中了青角一点 哇 超杀大抓 对一下子 一管血没了呀 肖成全只剩下最后一个角色了 最后一个东杖 第三回合 一个反摇 卡赛波 哎 东杖夹他一下 起身之后 开BC圣龙取消 接大招 即便是卢卡尔 肖成全也不虚的 但是东杖这伤害也没谁了吧 太低了吧 哇 大抓 快拿下了 卢卡尔要被拿下了 拿下卢卡尔是 是肖成全成功的第一步 完了 哎呀 又要被穿三了 这一球 哇 差一点 差一点 肖成全应该也紧张起来了 这个老卢不好搞啊 哎 扔一下先 生龙取消 直接死亡龙卷风 上 这一局 肖成全表示我不想输 我就要进攻 红安爆气 裸开大招 又中了生龙取消龙卷风 哇 看东杖能不能以一滴三 进行反杀 这一局精彩了 接着看利尔德将军的八神 八神直接后跳 东杖也开发波 八神之后防守 东杖再刚个cd 然后跟雪峰 刚cd 哎 八神套当手 再跟雪峰 抢招 牙制 一气呵成的操作 要被破防了 但是东杖没有虚 绝对不虚 不虚的八神 你来我就刚cd 你不来我就进打牙制 看你拿我怎么办 血量是拉回来了 现在到了比较关键的时刻了 谁胜谁负 就在这一下子 最后一个机会 不会同归于尽吧 双方 隐藏大拳风 防不住了 这招绝了 三比二拿下 大家来不关注每天更新 明镜店的招绝